因為我剛剛搬來英國 最近找地方去住 都搞得很厲害 氣菜又不齊 今天就唯有在車上和大家拍一段影片 今天就想說一下喉豆 喉豆這件事 在西方國家發現了一堆案件 已經有兩個月了 現在計算起來 全球70個國家 基本上找到的案件證實了 都有一萬四千宗 都是越來越多的 可以這麼說 在先進國家 基本上喉豆 是有社區傳播的現象的 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資料 理論上每個人都可以感染喉喉豆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應該如何自處呢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談談 第一件事想說一下就是喉豆病毒本身 喉豆病毒是一種DNA病毒 和COVID那種RNA病毒是有些不同的 那RNA病毒 變種變得很快 疫情爆發到現在來說 我們都看得見 差不多每個月 就以兩次變種的速度 一直在演化 喉豆又怎樣呢 喉豆其實一樣會變種 不過變的速度就慢很多 那就是我們發覺呢 譬如說最近這四年這樣算 那它是有些變種有些變化的 但是它很多的變種呢 我們叫做是silent 就是說它雖然說迷存物質上面是有些變種 但是這個變種呢 就對於那個病毒本身的特性啊 甚至它的結構啊 就是病毒身上各樣的蛋白質呢 是沒有變的 就是說它無關痛癢 那真的會令到它有些變化的 真實的變種呢 也都不多的 就是說可能說 譬如說 就是四年這樣算 可能有兩至四個變種 這樣這樣算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就不要聽那些人說 這隻病毒呢 就變種得很快啊 好像COVID那樣 那其實呢 兩樣東西 完全是天同地這樣來的 那第二樣東西呢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的呢 就是社區爆發這樣 那毫無疑問呢 就是猴斗呢 就在西方先進國家呢 是有這個 社區感染的趨勢出現了 那意思就是 就是說當初 猴斗 就是在西方國家出現呢 因為那些人呢 最初那個病人呢 很明顯就去過非洲之後 那應該是把病毒呢 從那裡帶回來的 但是之後呢 就我們現在已經發覺 有不少人呢 就完全沒有去過非洲國家 那就是說呢 就是在西方國家本身呢 就是社區傳播開去的 那但是呢 我們看到一個傾向就是 99.5%這些感染到猴斗的人呢 那主要都是男性來的 那主要都是呢 就是同志啦 或者就是相性戀者啦 或者另外一些呢 就是男性和男性之間 有性接觸的人士多的 那女性有沒有呢 有的 但是少 小孩子有沒有呢 也都有的 但是也都很少 那所以呢 就說 他那個社區傳播呢 主要集中在特定的群體裡面 那那個原理呢 就估計都是因為 就是這個病毒呢 應該都是經緊密接觸傳染的 那緊密接觸也都包括性接觸啦 那這樣 那理論上呢 就有機會經密體啊 就是說 可能你share用的東西啊 台面啊 或者說那些傳染的 那但是呢 透過這些 途徑的話 那個病毒 可能留在桌面的 接觸到的 就是在物件上的 病毒的量呢 就很低啦 那所以呢 那傳染的機會呢 就非常之低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擔心 日常生活 都會很容易感染 個個都會感染呢 我想就不用這樣擔心的 那第三樣東西呢 就很多人經常說 就說 哇 我們現在的喉豆呢 你看看全部呢 那些 那些豆呢 分到呢 都在下身那些位置的 那這樣 那跟我們一般了解 在非洲 一向以來 都會見到的喉豆呢 有些不同 在非洲呢 主要呢 都是 周身都有的 那這樣 那是不是這個病 已經有了變化呢 有了病毒變種呢 那它可能又 引起的病又不同了呢 可能傳染性多很多呢 那有些人會這樣嚇你 但是呢 就 現在我們看真點的情況呢 似乎呢 就是說 其實呢 應該這樣說 就是說 喉豆這種的病呢 在非洲呢 似乎呢 就是蔓延了 或者惡化了 已經有一段時間的了 那可能 好幾年的時間 已經進行著 但是呢 就我們是不知道 或者我們沒有理會 那麼 你說得比較壞的話 就是說 很現實 就是 所有各種的傳染病呢 如果它只留在非洲呢 大家西方國家的人呢 是不會怎麼注意的 那當這些病呢 真的傳到西方國家了 那大家呢 才會開始留意的呢 那 所以呢 其實呢 應該就說 喉豆這種病呢 在非洲可能會 就是 漫延開去 可能已經有一段時間的了 那 到了它 Speak over 了 去到西方國家都有了 那我們才會留意到 那而因為 就是西方國家呢 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我剛才說 就是集中在同志全體啊 相性戀者啊 那些 就是很多時候呢 都是經過很緊密的 親密的行為啊 性接觸啊 那樣 頭豆感染的地方呢 就在下身 集中在下身就不出奇了 那我覺得其實在非洲呢 應該都有不少這些 經性接觸啊 或者同性的性接觸啊 那就是 就是緊密接觸傳染回來 只是局限在下身的喉豆 不過呢 以非洲國家 那種的 經濟啊 社會狀態啊 那很多人呢 可能如果是輕微 只是在下身呢 可能都不會求醫的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是嚴重的那些個案 就是全身起來了 才會去看醫生 那所以紀錄下來的呢 很多時候就是 就是全身都有那種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覺得其實喉豆呢 就是說現在 也都不是出現什麼變化 那只不過呢 就是在非洲呢 就是已經累積了一定數量的case 那開始呢 就是流到西方國家的意思而已 而已 並不是那個病呢 就傳染性增加了啊 變得嚴重了啊 就是值得擔心的 那所以呢 這件事情 我覺得都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所以總體來說呢 其實呢 喉豆這件事情 雖然說大家 始終要留意啊 尤其是 如果你是 本身是同志的 如果你是發覺有病症 要盡快看醫生啦 那還有呢 就是如果真的 發覺有這個病的話呢 那就要盡量呢 就少些 有些緊密接觸 避免呢 傳染其他人 那但是呢 就與其他 就是整體社會來講 喉豆是不是真的會變成COVID這樣呢 我覺得呢 機會極之極之低的 那所以呢 大家不用想得太多 好 今天呢 講到這裡先 那都提提大家呢 記住呢 如果覺得我們這些影片是好的 幫到你的 那記得呢 就盡量呢 將這些影片呢 share開去 大家如果 心水清呢 都留意到 其實我一直呢 都是沒有 接廣告 在我的影片那裡的 其實是很多人找我們做廣告的 但是呢 因為我覺得 始終覺得 就是在疫情當中 假消息 滿天飛 那如果我 接了某些廣告 可能就 大家就會覺得 我是大課 更加難呢 去說服大家 大家 就很難得到一些 真實的醫療資訊 那所以呢 就我這個頻道的生存呢 很在乎大家 sharing like comment 那這樣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幫一下手 好嗎 還有大家呢 就如果 都想 知道一下 英國這邊的 生活啊 是怎麼樣啊 牛油 是不是很貴啊 牛奶 是不是很難喝啊 這樣呢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 拍片分享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大家留言 告訴我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